NAMO 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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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 请放涨 嗯 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 官染燃折品 上一回呢 诶 官六种品 我们讲过了吧 哈 还没有讲 哎呀 我以为讲过了 前面不是官六勤品吗 没有 官五勤品 哎呀 那我 是这样子啊 诶 我以为是官 染或燃折品 好吧 我们先看官染燃折品好了 因为他跟 官去来品非常像 啊 那官 官六种品 我今天没有备课 官六种品呢 他 有几送啊 他也是有 8送而已 那官 官燃燃折品呢 10送 那也是今天就可以讲完 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讲 官五音品 对不对 官六种品的大衣 总是先给大家 说一下 那么什么是六种啊 我跟主委说 六种呢 啊 六种的意思啊 就是 六界 六种 六种元素 地水 火风 空事 这六界啊 代表着 印度 原本的思想 六种元素 构成 世界的一切 但是呢 我们在客观的世界里面 我们探讨 原始 因为原始而无自信 没有自己的 个别性质 好 因为原始而无自信 所以我们说 他是什么 说他是空 因为原始而无自信 所以空性 空理 是对自信的否定 是对自信的否定 请看这哈 然后我们说这个 忠道 或是实相 因此而显 所以在应成派中官 他否定 一切法的执着 注意啊 否定 一切法的执着 那我们说 为什么 会对 一个事物产生执着呢 就是你认为他 实际存在 你认为他实际存在 那就是有自信 好 讲到说你认为他 实际存在这句话 就是对事物啊 你有不正确的认知 你有不正确的认知 你认为 空间 永远存在 你认为时间 永远都是什么 恒常不变的 来请注意啊 这是要观修的哦 这要修行的 我我们 刚刚 听妙境长老讲 四念柱 对不对 所谓四念柱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在这个四念处里面啊 也有观身不敬 但是跟 这个 五庭心观里面的多摊众生不敬观 差别在哪里呢 知不知道他的差别 我们 采取一些研讨问答的方式 证据是你知道差别在哪 没关系 你知道你就讲 心里想到什么你就讲 所以这个就需要研讨啊 请大家要来上研讨班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是的 好你说 五庭心观是有针对性的 好比如说多摊的 那多撑的 或者是 就是有针对性 好 这个概念是不错 你可不可以再 聚焦一点 更深入 更一针见邪的讲 五庭心观里面 专门讲 不静观这部分 他主要是对峙的是什么 就是贪欲众的众生 贪欲众的众生的 哪一个部分 比如说对 对色吧 这答对了 就是 就是对男女的色 对 这个 正局是果然就是 学佛法一段时间有深入 好 那么 四念处里面的 也有不静观 那他跟 五庭心观里面的多摊众生 不静观 有什么相同 有什么相同 不同 不同 或区别 妙金长 刚刚有讲了 好这个区别就是在 大家注意听啊 这是修行啊 多摊众生不静观 多摊众生不静观 二者和和交通的浴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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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呢 他扩展到一切事物 都不静 一切事物都不静 不只是男女的浴滩 不静观 知道吗 你对金钱 对于名利 对于权势 有钱的人 想要更有钱 甚至到有钱之后 他就要要名声 对不对 那我们看水路法会 那有钱的 总功德主水路头 他站在最前面 他挂的这个 牌子都跟人家不一样 他住的地方 和住的房子都不一样 那他缴100万 或500万 然后吃的也不一样 他就觉得 他不在乎钱 他要这个尊严 面子 名声 其实这是贪烦恼的 助长 展现 所以像这种法会 我不鼓励做了 为什么 你来法会就是要修行 要降低浴滩啊 对不对 那怎么还会分阶级 你呢 那这样子 跟修行 不是背道而驰吗 好 转回来 我们说 由于缘起 我们说 无自信 没有自己的体性 而没有自己的体性 我们说 空性 空离 空的用处 使得中道或实相显发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修行哦 然后这样可以使令我们无我 我就是把自己认为一切都是我所造成的我的执着我所要执着的东西就我和我所调伏 由个人 推展到大众 就是就是由小圣思念处而扩展到大圣思念处哦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了解 这是圣生的法义 在我们说 关六种品呢 亦复如是 如果你执着 这六种基本元素六界 那你就错了 所以在这里他分破 六种元素啊 一一的来展开论证 然后对于 佛教内道小圣的执着 对于外道 六四外道或六派哲学的执着 加以破斥 啊 这就是关六种品这一品的主要宗旨 所以 六种是什么 怎么关破 我刚刚都讲的 都讲了 好 对于这一品有没有问题 能不能清楚的掌握 中指 要能清楚的掌握 哦 是不是 既然能够清楚的掌握 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 分别寄送 分别寄送 啊 关六种品 那关燃者燃品呢 来 我再给大家说明 那这这两品的 主要宗旨跟大家说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燃和燃者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跟 哪个很像 是跟什么 什么 官去来品很像 这是讲运动 的来去 其实 他是无常 无常 说有去或来 有去者去时去法 这些其实 都不是你可以执着的 他都是 源起而生 好了 那这个燃是什么意思 就烦恼燃物啊 在 这个前面这两扇 电扇催一阵子以后就 转向 不然基金会说 都是风声 那路的时候 他说路路不好 在关燃 和燃者品 他是这样 这个燃 这一回来 游戏 这个软他是 贪软 软屋 软屋的是 恩 他 mineral 這不是把它全部關掉,是關小嗎? 沒有,我就在調整,我知道,就是要關小,那個沒有關掉 這個關掉啊?沒有 好,浴灘分在魚鶴市地上有四種,大家知不知道是哪四種 第一個形色,第二顯色,還有第三是什麼? 我知道第四個,叫妙初談 這都是對於人身 對於人的身體的柔軟 細滑,或是觸,觸受,接觸摸觸的感受等等 產生的煩惱 形色灘顯色灘,還有一個叫什麼灘啊? 形色灘顯色灘,來 諸位 google一下,形色灘顯色灘,還有什麼灘 你們,你們啊,要專心聽啊,不是只有這樣操 那是這樣子,只有這樣操,你們覺得這樣就學到東西了嗎?要聽進去啊 聽進去,你力經有耳根 才能到達一根 你在操的時候,你只是生根 生根,生根在動,然後意根不動,這樣不行啊 聽不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啊? 我後來領悟到這個,我很少操筆記 我都是專心聽 那筆記呢 你不用操,你就回去照相 最後你就照個相就可以了 好,四種灘 跟諸位說 這都是跟修行有關系的 形色灘 顯色灘 哎 不知道是不是 進階灘還是廟處灘 我看啊 形色 對對對 顯色 四種灘 四種灘 有了,找到了 對,供奉灘 從哪裡找到了 行色灘呢 對於人體的 身形 形象 大小 形體或曲線 等等 等等 這種 色相 起灘灼 顯色灘呢 這種色是顏色的色 不是色韻 不是色法啊 顏色 顏色顯於外 他到底是好看不好看 白裡透紅 還是呢 黑的發亮 等等 配合這個身材 身形 曲線 容貌 容貌 所以這是顯色灘 加形色灘 妙處灘 對於自己或他人的身體 產生 貪婪 執著 柔軟 細滑 供奉灘 人家對他的尊重 誠實 恭敬 然後呢 起非常大的執著 要是人家觸腦你了 他不恭敬 有的 有的人會這樣啊 在社會上越有地位的人 越是如此 但我們佛門中的比丘呢 我們佛門中的比丘是要這樣啊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比丘要去乞討 要去託波 注意聽啊 這是修行啊 我們為什麼要去乞討要去託波 或是畫園 要調伏我 你在去起石 畫園 的時候 你必會遇到各式各樣的情況 人家 白眼 對你不恭敬 啊 或是呢 冷言冷語 嘲諷 你都要忍受 這是很大的修行啊 像 師父我 要畫園 建道場 我就要忍受這些事情 比如這樣說 我要忍受這些事 有些局勢就說 哎呀你住寺廟就好啦 那為什麼要自己出來建道場 或是要接道場 那不是多麻煩 那我就跟人家解釋 我說哦 為了繼承 廟禁長老的志願 啊 無私無我 為僧眾 然後辦僧教育 然後為佛教培育人才 不是為個人 不是為私人 但人家說 那你就去做佛事啊 去 拜良皇啊 或是 打個水路啊 然後錢就滾滾而來 我說如果是為了 弄錢而辦法會 這是 不盡之財 我們不能做 然後就說哎呀錢哪有分 乾淨不乾淨啊 錢就是一個好東西 碰到這樣的信徒 我就講不下去了 那證據是你覺得 就交不來 其實 這個都是調伏你的 供奉貪 這還只是對人而語啊 這四者 都相應於自己的 淫慾 反正對人 對人 的淫慾 好 從對人 再 擴大到對視 可不可以將這四種來說啊 由對自身 對他身 對物 對於山和大地 對於物品 都可以運用 這就是由小聖的不靜觀 他 四念處 而轉成大聖 最後轉成空性無我 這是大聖的四念處 這是今天 上第一節 你可不可以提會 這個是跟空性無我相應的 因為要圓起而無之間 就這裏要講 顯出空性 對 所以這是由貪染來說 然後這裏呢 關染染者品 將去換成染 好這兩品的宗旨 就是 題目的解釋 我全部都講完了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那句子說 哎呀 師父你 講這麼換 乾脆你做個表格 這樣不是更快啊 對不對 然後我們一目了然 那你就罰獎意給我 我以前跟隨廟禁長老和賢 他們都沒這樣 我到美國去跟 四海長老 他旁邊有幾個女徒弟 很明利啊 電腦也很會打 也很會做圖表 為什麼長老都不這樣 我有問啊 他說這是法 凡夫最立得是耳根啊 不是眼根啊 你眼根可以 很快的攝殖住 很多資訊 你就覺得 你學到很多東西 事實上沒有 沒有聽 這是 為什麼 我們凡夫 還是聲聞眾之一 是我們耳根最立啊 來 一立耳根 勇為道總之 出自哪部經典啊 趕快覆核 趕快啊 你們不是有手機趕快覆核 那個 許許許許許速度 一立耳根 有圍倒 數據是哪個 vuelta 誰,是不是 我看辦 我記得沒錯應該是楞严經 楞严經 25元通裡面 最被推崇的 是哪一個元通 為什麼不是念佛源通章 而是觀世音菩薩耳根源通章 為什麼 這有很多的問題啊 有在說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為什麼他是用觀 而不是用聽呢 普門品大家都送過 不是普門品說 觀世間陰生 然後觀世音菩薩即立刻化身 而為卸脫 為什麼不用聽 用觀 問題是在哪裡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觀世音菩薩為何能化身千百億 無量之眾生 他化無量之眾生與其 適色布斯拉與立行同事 為什麼 來徐居士你查的結果 是不是 化驗金 化驗金 記錯了 伊利爾跟勇為道眾 為什麼觀世音菩薩是用觀世間陰生 大家都聽經多年 為什麼沒有起這個疑問呢 好這個是觀染染者品和我們剛剛說的什麼品啊 觀六種品的大一 我全部講完了 接下來講 接下來講 記眾就勢如破竹 要照相的趕快照 我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從兩個長老 我從兩個長老 他身上算很像 學 不知道哪兩位長老 你是不是 是不是跟你講 一定要進去 你先進去長老 兩位 解明長老 我去聽他化化驚 但是 很多居士 很多法師 告訴我 他們聽的就是 保齡球打或軍拳打 你有沒有聽過以前的頻道的話嗎 我去看 他說太深了 聽不來 我說是你佛法學習程度 另外我說到一點 他說到天台學的部分 這是多說的 在天台學的山上教 他裡面的修行斷正未斥 在多年前我問過 一位老師 這位老師早上講化驚學 在同一個人為此 誰的名字我不說 我說 智者大師講這斷正未斥 他的所依 經論 為何 所以這個老師 支支吾吾的答不出來 後來 後來他說是 聚色論 我去考察 智者大師那時候 沒有聚色論 聚色論的翻譯 有前後兩個翻譯 這是真地三藏的 阿皮達摩巨色色論 阿皮達摩巨色色論 之後玄奘三藏的 阿皮達摩巨色論 但是真地三藏翻譯 阿皮達摩巨色色論 的時候 大家知不知道他在哪裡翻譯啊 他一直都處於冰荒馬亂之中 時而在 北方的五湖亂華 一下又遷到南方來 所以他翻譯的品質 數量 或是傳遞 都不 都不順遂 所以真地三藏弘法呢 命運更糟糕 他曾經好幾次想自殺 一個三藏大法師 好 玄奘大師 他翻譯巨色論 他住在哪裡翻譯 大家有沒有讀過玄奘大師傳記 他住在皇宮裡面 知道嗎 玉華宮 他在皇宮裡面翻譯48個人的精英異常 不讓外面的人來聽講 然後翻譯出巨色論 好 那智者大師這些斷正未斥 他是怎麼 那麼有系統 好 在智者大師之前呢 就有各個翻譯的阿皮談論點 智者大師所依的就是這個 哎彈怎麼寫啊 日暈 各式各樣的阿皮談論點 或者是加上 真第三藏 阿皮達摩 巨色事論 这是真第三藏所傳的 屬於無相為事 無相為事這一派是屬於什麼 安晦論斯 那 這個 玄奘大師所傳的劇色論是屬於護法論是這一系 有相為是 而這個是深入的地方 懂不懂 聽不懂 懂不懂 你們聽不懂沒關係就記起來 好,這是附帶一題的,來,我們一個一個來講基頌 我這種教法是屬於提問式的 啟發式的 不是填壓幻塑式的 在我這種教法之下 很多學生,去考國研所 國教大學說,博士版 我勤力的考上 所以我覺得我這種教法 我本來有所擺益 但是我到北印度 阿蘭莎拉變進去的任何 甚至我問南印度三大師 台灣去學習的聖宗 他們都說,他們都是這種教法 沒有什麼版書啦 沒有什麼做圖表分析 Word 啦,沒有啦 你聽,連筆記你都來不及筆記 講者的講者,就一直講一下 你就是不斷的 不斷的聽,不斷的聽 回去不斷的背書 有沒有,我是現在告訴大家怎麼學習經論的方法 專心聽,回去不斷的看,複習 這個法意就印在心裡,印在心裡以後就會發生作用 你的心就會開始轉 這樣才能悄無煩惱啊 不然你一直抄一直抄,抄完回去供在書所 沒有用 了解費用 我去上過那些西上格西的課 滔滔不覺得一直講一直講,巴拉巴拉一直講一直講 你抄筆記都來不及抄 翻譯一直翻一直翻,他都來不及翻譯 你不會希望能夠喜歡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講也是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好,現在我們來講到記重喔 雖然現在4點40,20分 但是我跟大家講,這兩品的主子啊 中子啊,我都講了 這個很大一部分都是 天台,學天台給我的幫助 帶五重懸疑的第一個市民 就是很詳細的解釋 可以嗎? 我開始這樣寄送喔 就很快喔 好 這個是說 在關六種品 然後是說觀察六屆 這六種啊 有分 哪六種?我們剛剛說的是地水火風 然後呢 空還有呢 四 對不對 但是他把這六種啊 做一個總括 哪六種 不只是 地水火風 空式的六種元素 還有呢 六根 六層 六層 這張十八戒 這說 這六個 一切法的普遍性 他有他普遍性啊 所以 戒的意思呢 關六種 運出戒三種 關六種 就觀察這六個 運出戒總 他沒有差別 他有 種類的意思 所以 一個是分類 一個是種 種的意思 好 這是 就運順長老的 終關論頌獎 獎記上 說的 運順長老有幾本書啊 很不錯 運順長老有幾本書很不錯 大家一定要去讀 但是不是運順長老所有的書都不錯 運順長老有幾本書很棒 第一個空之探究 第二個社大聖論獎記 你必須閱讀再三 你必須閱讀再三 第三個 初期大聖佛教旗願意開展 太多了嗎 我三天就讀完了 我真的不騙你們 那至於說如來仗之 對對對 如來仗之研究 那個有一點 必須 什麼叫必須 有陰順長老個人的想法 成佛之道呢 有一點缺失 為什麼 他是借用菩提道師帝廣論的架構 加上陰順長老個人的創建 他把一些架構 他把那個架構定在那 但是他一些創建把原本架構的東西拿掉 變陰順長老的東西 所以我推薦的書 主 主委也可以去看 信空學探員 也不錯 唯視學探員 那就不一定 好這只是推薦書目 那你說你陰順長老的書 你都看過嗎 我看過八成 我沒有權看完 好 那有的陰順長老像 妙雲級的夏篇 那很多都是對 一般信徒講的 那有時候是世俗 而非俗弟啊 那個你就泛泛 泛泛的翻閱就可以了 佛法概論呢 有陰順長老很強的自我組建 參考參考就可以了 印度佛教思想史 印度佛教思想史 是印順長老老年的一個例作 他將過去印度之佛教的很多 他以前的見解 有所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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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如說 我們說印度佛教為何在印度滅 所以 為何在印度滅亡 佛教 的發源是在印度 對 印度 往上傳 我們稱之為北傳佛教 经由 印度传入了什么 西域各国对不对 西域各国有西域各国的文字吗 在由西域各国传入中国 可以吧 在由中国传入日韩 懂没有 视为北传佛教 南传佛教呢 经由陆陆和海陆 陆陆传到斯里兰卡 海陆传到中南半岛 甚至传到哪里 最远达到哪里 印尼苏门达腊 印度佛教思想史啊 有没有读啊 有没有读 没有读 这是所谓南传佛教 可以吗 西藏佛教 立基于印度佛教的中期大成 后期和晚期大成 后期大成和晚期大成 越过 越过喜马拉雅山 到达西藏 知道吧 他们就好像水啊 流到各个不同的瓶子 形态的瓶子里去 而形成不同形态 的瓶中的水 但是有一个重点 这不变的 我写在黑板上了 自立立他空性 缘起 无自信实相 最后 成佛 对不 立他菩萨道 度众生 而成就佛道 尤其是这种薄弱和空性的思想 是一贯的 但是空性有分小圣和大圣的空性 好 这是视为三个传承的佛教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佛教使可以不可以 有一个局势他曾经 对我说过建议的话 他说师傅你一下子上课给太多东西 大家吸收不了 他说你应该啊 给的东西少 精致化 图表化 条列化 我说我去 上妙境长老 显明长老和西藏格西 他们都没有这样 他说 那你这个商品啊 没有卖点 那我只好 那么阿弥陀佛 好了 我们回到中论官有荣品 好 这都解释过了 接下来我们直接看寄送啊 这个 在阿弥陀摩大毗菩萨论讲很多戒的意思 我认为讲太多了 现在我们直接看 关六种品 地水火风空事 他先呢 他说 重点啊 关六种的重点 关破虚空 关破虚空 关五音品呢 关破射音 关破虚空的作用 虚空很多人认为他是常驻不变的 所以关六种品他就直接关破虚空 关五种 哇 太热了 没 没 没水 好 好 這個六種就是六戒啊 六戒是構成友情的因素 但各個學派所重視的不同啊 我把它唸一下啊 戒有眾多的差別 主要是六戒 地水火風空事 這是構成友情的 硬順長老用植樹 硬順長老的時候用的文字啊 和名詞 你都會看不懂 我後來消化了 用大家能聽得懂 就是構成友情的重要的根本元素啊 這六種有 有這六種元素 啊六種元素 哪一個是 根本呢 是 再來呢地水火風 根本 還有呢 有的人認為是空是更根本 好 各派都有不同的說法 現在他直接關破虛空 破一個就全破 啊破一個就全破 那這個虛空到底是什麼 來 先給大家定義什麼是虛空 虛沒有形質 空沒有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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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虛空 我們看天空是不是這樣 天空呢 一片藍色 在空中你抓得到 任何東西嗎 是不是感覺你都無所障礙 前後左右四方上下 無所障礙 我們稱之為虛空 這是最簡單的說法 好 另外 虛空第一個 橫片 記得哈 橫片 所謂橫片歸廣大無邊際 橫長 永遠不變 無礙 沒有障礙 還有無分別 再來 榮壽虛空可以榮壽一切哈 啊再說一次哈 虛空 一個重要定義 第一個 橫片 第二橫長 第三無礙 第四無分別 第五龍壽 可以榮壽一下 講到定義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使諸位能方便了解 但是法無定法 到最後虛空呢 有人也會對他執著 那就是要 破除執著 所以整個中論啊 破除執著的力道 非常強 你要以此來觀修的話 達埃喇嘛尊者 天天都 背誦中論的寄送 你 各位知道哈 你就中論你會背 你只要靜坐在那裏五分鐘啊 中論的寄送 那像電腦啪啪啪啪這樣很快過去 然後從心上面流過一遍 我告訴你 這個功德不可思議 或是你只背一個寄送 一個寄送不到一分鐘啊 不生意不滅 不長意不斷 不依不依不依不來與不去 能說是因為我三遍祖旭中 我吸收禮佛 我祝說中第一 你這樣子 觀修這樣一個寄送 很大功德 觀修空性 但是很多人學習 學而不休 這就很可惜 所以祝主委專心聽 筆記呢 不用 太怎麼操 專心聽就好 你如果覺得 聽不夠 基金會都有錄音錄影 專心聽 好虛空 有這六個 我剛剛我講到的定義這個問題 有一部印度片啊 就3 idiot 有一個很調皮的學生 他上機械系的課 呃 這個3 idiot 這這部片大家都看過吧 有沒有看過 三個傻瓜 教授就問他 machine machine就是 機械的定義 這他用生活上的實力 來解說 凡是一切能省力的 迅速的達到 所需要 我們所需要的功效 這就是機械 而且 但是 課堂上教授說 我不要你這個說法 我要的是教科書上面的定義 他說這個才能使你畢業 你講的那個 不會讓你畢業 得不到分數 這就是 這就是說明印度啊 他僵化的 教育制度 我看了這部片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有沒有去看過這部片 三個傻瓜 好 我推薦大家看啊 回去你馬上去那個youtube去看啊 三個 傻瓜 這這部電影的 發生地鐵是 印度的最高學府啊 印度理工學院 他在 在新德里還是哪裡啊 他那個孝宗帶淚然後裡面又有蘊涵東西 好大家可以去看 3 idiot 好啦我就講到這 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有時候電影裡面也 說了很多哲理還有很多佛法 來 那我們回到 這裡啊 虛空剛剛講了現在我們直接講季宋 現在就破除虛空 第一空相位有實 則無虛空法 若先有虛空 即為是無相 這是何解呢 第一個主張 虛空之相存在 就有一個虛空的樣子 存在 但是在這個虛空的樣子 有這個樣子之前 有虛空嗎 他說沒有 但是到底虛空是甚麼樣子呢 沒有樣子 這是第一宋的白話解釋啊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虛空到底是甚麼樣子 到底他的形象是甚麼 我們剛剛不是給諸位說了虛空的定義嗎 還記不記得定義是甚麼 還記不記得定義是甚麼 橫片 橫長 龍獸 還有甚麼 無礙 難道這就是虛空的樣子嗎 這個就代表虛空嗎 或者說這個就是空 空性嗎 都不對 第一宋 就是這個意思 你要是要定義甚麼是虛空 那你就錯了 因為你對虛空的執著 這個是屬於直迫的方式啊 但是我跟諸位哈 我跟諸位 很誠懇的說 我們人修行 你不能直破啊 你一定要先告訴他 甚麼是禮義廉恥 有規矩才能成方圓 但是呢 最後 怕你執著方圓 最後才打破 但是中國的禪宗 沒這樣 直接從後面 直接從後面來 直接就破你方圓 但我覺得 並不適合大部分人 而真言密法 也是告訴你真言 密法的 重要性 就是修行 但是他有的附帶的 功效 大家反而執著的附帶功效 就是神通感應 那只是附帶 所以我 推崇提倡天台中 次第 然後呢 規矩而成方圓 最後再破 破除方圓 有人說這樣不夠了當直接 我不否認 但是 順應大部分人 像 中 中官的 你看這一句 我問諸位 好白話解釋已經跟大家說 空性是什麼形象 蛤 來 徐居四字喔 沒有形象 對 所以是實相 是中道 但是你要強 加與他 一個形象 是為了讓我們方便認識 但是是不是他就是那個樣子 完全不是啊 那個我去參加妙境長老殘妻 他就用這個寄送來 告訴我怎麼觀察 空性 我說太難了 妙境長老 斥責我 把他馬上把 他說 是你對佛法認識不夠 怪別人啊 怪自己不好好學習 我說是是是 我馬上 合掌說是 是我的臭 我願意學習 然後應長說 就 好 下去 再下去休止關 參加他產期 瞭解嗎 好 第一送是這樣 這一品只有 幾送啊 八個送對不對 好 第一送是這樣 第二送 是無相之法 一切處 無有 虛空本來就是無相 沒有能鎖 所以是無相 所以 一切無有 可以嗎 所以虛空可以定義嗎 虛空能定義嗎 怎麼定義啊 有定義 就是對他 覺得他有這個形象 所以才能定義 但虛空能定義嗎 虛空竟然不可定義 空性能定義嗎 蛤 蛤 你能跟我講什麼是空性嗎 沒有啊 那我只能告訴你怎麼修 你破除執著的時候 就能鎖得空性 就能鎖得空性 因為金剛經就是這樣說啊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實相無相無無相 如果你說我是阿羅漢 我就 不是阿羅漢 對不對 因為你對阿羅漢之名有執著 阿羅漢去除一切煩惱 他還會執著有這個名稱嗎 那你說我不是阿羅漢 那我心裡面也沒有阿羅漢這個名 那我才是真的阿羅漢 破除一切煩惱 所以說 自己如果保自己做有收的 我自己是佛吼 我保證 那個 絕對不是佛吼 對不對 說自己滑有收 就是很無收的 知道嗎 這是一個簡單分辨 政協外道的 但是很多就是 大家就是喜歡被騙 說我是宇宙大成就名師 大家屈之若霧 然後宇宙大成就名師一出來 所有的弟子 全部膜拜鼎禮師尊 這種我就不會去了 好 隨私無相之法 一切出無有 在下一宋 下半宋是什麼 第二宋上半 第二宋上半 虛空不是無相 虛空也不是有相 好下半宋 第二宋下半宋是什麼 於無相法宋 於無相法中 相則無所相 這說明了 實相無相而不無相 所以呢 有相無相中 第三宋啊 相則無所住 一切無所住啊 這不是跟金剛經 一模一樣嗎 一切法無助 唯摩結晶也是這樣講啊 無所住啊 金剛經 無助 而生心 對不對 唯摩結晶也是這樣講啊 一切向無所住 離開了有相無相 沒有一個地方 有片刻的住著 離開了能 離開了所 是不是 所以說 中論 就是 就是由 剝弱 思想而來啦 好這是第三宋 可以不可以 第四宋 我們來看 相法 無有故 可相法 亦無 沒有能 沒有所 有沒有 有沒有虛空的相 沒有 所以能 和所都沒有 所以相法亦付 所以根本他就沒有形象 沒有一個可住著的形象 虛空會有相嗎 沒有 這是第四宋 所以能所相 都被破除 都被破除 能鎖是有相帶的 現在都破除了 所以運用中論來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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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修 這不是 一般 一般凡夫所能關修的 來 達賴喇嘛尊者說 關修空性 關修空性 我聽了心裡極大的震撼 但是對於一般 但是對於一般 一般信眾來說 三無 我們從最簡單的來說 好了 先教你修不靜觀 觀察 自身的不靜 觀察 他身的不靜 為什麼要觀察自身不靜 因為我們對於自己的身體 老是覺得是乾淨的 清淨的 事實上他是不乾淨不清淨的 你有很多的污染 煩惱 九孔常流出不近 這個九孔 不是演電視那個九孔 九孔是指什麼 兩個眼睛 兩個鼻孔 一個嘴巴 兩個 耳朵 還有呢 這是七孔 還有大小便道 時常流出不清淨的 眼睛有眼屎 有眼淚 耳朵有耳屎 鼻子有鼻屎 鼻水鼻涕 嘴巴常流出呢 涕朵 大小便道流出 大小便不近 經 人 筋 血 等等 我們的五臟六腑 充滿了濃血脂肪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自己的身體親近 這是由 關帶身體的 不清淨不乾淨而破除你對身體的 乾淨清淨的執著 對不對 好 破除了自己的身體執著 破除你對他人身體的執著 甚至這個叫做能和所 最後呢一切都是不乾淨不清淨 一切不乾淨不清淨 最後最後啊 所有一切全部都是白骨 白骨燒成灰 白骨燒成灰 你連乾淨不乾淨的像也都不見了 這就是由 觀察自身的不淨 觀察他身的不淨 到一切復歸於空 所以才能什麼 無我啊 他用這樣來修行 然後接到 小聖無我到大聖無我 大聖的空行 所以離開這個能和所就是像和可像 沒有其他的東西 自身他身全部破除 到了全部都是自身他身都是一堆白骨火一燒 然後歸於灰塵 哪有什麼 能和所能像可像 這是第五頌 會不會覺得太快啊 來班長會不會覺得太快 我不知道 我帶給他看起來 沒有我 你你的看法 我不是 還好 好好好 要跟你講 好 如果覺得太快 你告訴我 我再講一遍 我是用修行的角度 觀修的角度來說 然後把不靜觀帶進來 不靜觀是調伏 男女欲貪或對事物貪欲的 最快的利器 那對在家人不太適合修 在家人修一修 鬧家庭革命的來找師父 我 我是不會講那種世俗法 什麼叫世俗法 哎呀 這個眼睛是業障 沒必要去看啦 或者是說什麼 哎呀 好男人都出家啦 這讓大家笑一笑 請問你笑完了之後得到什麼呢 那那 乾脆直接講法藝 不是來的更好嗎 是不是 或是有些 那些說法是怎樣 哎呀 丈夫外遇了 那更好 留下你一個在家 你可以好好修行啊 對不對 然後呢 丈夫外遇他就會呢 心存慚愧 回來會對你更好 那你不是 一舉兩得 這是世俗法 這是世俗法 如果正確的傳授佛法 不該這麼講 知道吧 我點到為止其他不說 這是第五宋 能鎖 這二者相待全破 第六宋 是什麼 若使無有有 云何當有無 這是第六宋上半部 下半部呢 有無既已無 知有無者誰 這很清楚的了解到 好 第六宋是什麼 我們來看 第六宋 若使無有 無有就是沒有 如果 去除了有 那麼怎麼會有無呢 對不對 這個有就是自信 有自信 現在連有都沒有了 為什麼會有無啊 有和無是相待產生的 去除了有 那無 也不能單獨成立啊 是不是 所以說 去除了有 那怎麼會有無呢 所以就是 去除兩邊嘛 去入中道啊 去入中道是我們家的 在中關應成派 就是去除二邊 中道自小 斷除二邊的執著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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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 正入空性 而中道自小 第六宋 第六宋的上半宋 不不講錯了 第六宋講完了 可以不可以啊 你沒有了有 怎麼會有無呢 有無通通都沒有 誰又能知道 有無的定義 就是空性狀態啊 連空性也不可言說 但是修行 你直接說直觀空性 叫現觀呢 有辦法關的來嗎 凡覆關不來 小勝空性 OK 證據是我跟你說 有一種觀法 關此一念心 即不可思議 什麼 一念三千諸法 與外在三合大地三千諸法 無惡無別色心不惡 這叫色心各具三千 都是空性 一念之中 這叫中道實相關 凡夫可不可以關的來 NO SURE 這是別教原教的菩薩 法身大事才能修辱 所以他能夠於淫怒痴之中 而修到 都能利益重生 凡夫不可 凡夫一怒痴 你跟他說一怒痴之中修到 淫就是 淫欲的淫怒就是發怒的怒 吃就是貪嗔痴之 一怒痴皆是佛法 這樣無惡無別的 修行方 凡夫不行啊 凡夫就是有煩惱 就是一怒痴 就是執著 那去年我跟台大的同學們 他們認為 他們在大學佛學社 一邊交女朋友 一邊有社團活動 他們一邊也能修行 那我們聲通法醫的 我就跟他說 哎呀 小朋友們 你們就乖乖讀書啊 好好交男女朋友啊 修行的是你們現在在社團 就是重重三根啊 修行很苦低 對不對 靜坐很痛低 對不對 學習佛法 好守窮精的看書 觀修很苦低 對不對 不要談修行啊 他說 我說大學生不服 那就去問 他們就去問那個 曾文水庫那位大德 他有一間大寺廟 他們覺得 一怒痴之中 凡夫也可以修行 我沒有 我從來沒有否認 但是那是地上菩薩 法身大事 所能做的事情 光是 內心 造三千諸法 外在三合大地的三千諸法 色心不惡 無惡無別 這種觀修 思為中道實相觀 凡夫修不來 因為這兩者都是空性啊 空能生萬法 所以才能一念集三子三觀三地啊 三千諸法聚在一念之中 這種不可思議 我們稱之為廟 這你怎麼修啊 凡夫修不來 所以才會講到 宋代的天台學啊 關忘心和關真心的 好 這是說的多了 好 第六宋講完了 那麼 吳魯君教授呢 他用個圖表 他中道政見有無 兩個全部都斷除 破除自信 破除虛無 破除關聯 自信和虛無認知 三者都不成立 所以真正的政見是要破除二邊 去入中道 好 第七宋 所以他告訴你 虛空 不是有也不是無 就不是這兩邊啊 非相非可相 既然知道虛空是這樣 那其他的地水火風 是呢 亦復如是 所以與五同虛空 這是第七宋 最後第八宋 一個小小的結論 他說這個啊 你只有一些膚淺智慧的凡夫眾生啊 觀察一切主法 不是落入有啊 就是落入無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情況 你就不能見到真正的中道或空性 滅除你自己的 見解 而得到真正的 安隱之法 就安穩啊 好這一瓶講完了 會不會覺得太快 其實不會啊 你順著我的邏輯輸入下來 一點都不快 還能 得到實修 還能得到實修 我們一般所認知的修行 是修行的方式 方式 行事 每天靜坐 八小時 但靜坐的內涵是什麼 練腿子嗎 不是 是練你的心 我們送金 是拼刺術嗎 拼券術 不是 是你心能調伏 當然送金有功德 送金越多呢 然後呢 功德回向 冤親在主眾生 確實能消災解惡 沒有錯 凡夫總是先有有向 而你將之導入無向 持咒呢 凡夫的心總是很多煩惱 所以呢 持咒以次數幾變 來扶助你的煩惱內心 所以持咒數十萬變 百萬變 有沒有效果 有效果 你就會產生若干的神通感應 這個是正確 但是你心不轉變 什麼都沒有用 很多格魯派的生眾 修習很威猛的金剛法門 但是煩惱不除 他持送了百萬變千萬變 最後都淪落大力羅叉鬼 然後在地方上作亂 然後呢 格魯派的 就是 這些大仁波界派出很多的密咒師 去跟他們 什麼 對打 就這些變成大力鬼神的 聲眾 念咒觀修都比這些密咒師還強 最後拍一個什麼神通都沒有的小小比丘去跟他宣說 消夜障菩提心 這是從根本上來講 結果那大力鬼被調伏 這意味著什麼 學習佛法修行 必須修到 真正的要點 就是心 心不轉 行為改 我不能說沒有用 有人說 你這樣子假仙 假仙久了 就變真仙 知不知道 但是有人可以假仙一輩子 不然那些做間諜的 他是不是一直都假仙 心還是沒改啊 學佛修的是心 我最最後講一個 這個世界這麼紛擾 道德淪喪 不管是佛門 不管是佛門之外 都充斥著各種 光怪陸禮的事情 那你身為一個比丘如何自處 哎呀看到佛門這麼糟糕 唉 誤上賊船 然後說算了算了 那我還是 反俗 是你自己愚痴啊 出家是你個人的事情啊 修行是你個人的事情 跟其他人有什麼關係啊 他們亂他們的 你修你 你念你的佛啊 你持你的咒 他們亂他們去亂 那把別人的煩惱 拿來當做自己的煩惱 那你不是愚痴嗎 這叫潛制啊 建築法 分別有無之相 是不是 我到最後你就會懶著說 不想跟你辯解 就吃斯底麥口香糖 知道 有這個廣告 唉不想再和世界爭辯 好 這一品完整的 介紹給諸位 雖然只有八個寄送 但是我用 一個概念 和修行 帶路 清楚明白的 傳授給諸位 尤其前面有廟進長老四念處 的教學 好有沒有問題 今天所教的關修法門 大家回去要實修啊 知不知道 不進關會不會修 會修請舉手 好 好啦 我告訴大家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這個 你若是回去的時候 你若不怕那個 拉斯達頭 你若是那個扁塑料 放出來 我不是叫你去手機裡啊 知道嗎 欸專心天啊 你就回過頭來 好好給他看一隻 這樣可以賣嗎 好好給他看那 大小多少顏色 形狀 我跟主委說那 一次兩次了 你馬上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煩惱啊 那個欲啊 你就這樣 調伏台語怎麼講 鄭居士啊 謝居士 是 是這 是這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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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是國語翻的啊 好 向下文場 賦予來日 我們下周繼續 對不對 好 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我上課 我上課